7月18日下午,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与临近的周边瑞典城市的法轮功学员汇集一起,在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举行了反迫害的纪念活动。 北欧的盛夏日照高达16、17个小时,为了追念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中,坚持真善忍信仰而失去生命的同修们。 在小弟子清纯的独唱与文座的歌声中,法轮功学员手捧蜡烛,缅怀在21年迫害中失去生命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。 在哥本哈根的市中心,人们年年都看到和平理性的法轮功学员,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大法的美好,以及揭露中共暴政丧失人性的迫害真相。 法轮功的核心真善忍,使中国社会受益。 中国约有7000万至1亿人在修炼法轮功,即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修炼。 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的骇人听闻的迫害,在过去的21年里,法轮功学员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残酷迫害,从骚扰,大规模抓捕,到系统性的酷刑和杀戮,甚至强行栽取器官。 7月20日当天,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哥巴哈根使馆前举行集会,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21年之久,呼吁解体中共,停止迫害。 每年此时,全球法轮功学员举办720悼念活动,希望能唤醒人们心中的善念,共同直指中共跨世纪的反人类罪行。 新唐人记者站丹麦哥巴哈根的报道。